北京时间8月25日,金梅金体育消息,在客场站泰达的赛前,国安主帅施密特仅带着15名球员财场,其中奥古斯托和比埃拉缺席,周中足鞋杯半决赛第一回合。 国安主场5-1横扫富力,即被锁定一个决赛名额,这场大胜,一扫国安此前在北京德比站0-3惨败的一埋,另比较意外的是,即将到来的京津德比站,国安似乎可能遭到伤病潮,在财场的环节中,多名外援缺阵,金梅金体育披露,在财场的阵容中,只有巴坎布和索里亚诺两名外援,不仅奥古斯托和比埃拉没有现身, 张锡哲和U23的助力门将郭全博也没有出现,参加训练的队员只有15人,这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商誉,但是上场成衣的普城和鱼洋,如此细节,令人着实感到吃惊,难道是国安主帅施密特,考虑在贺场战泰达的比赛中,进行一次大轮换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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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